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617亿元 而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项文 邀请到两位的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证券投顾的张宇明总经理 主持人好 投资朋友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蔡依林分析师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谈面上的掌握先来请教张总 好的 大盘今天涨64.8145 那因为封关在即 所以这个礼拜六算是补班 当然下个礼拜三就封关了 台股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未来的行情怎么看 这两天连续的上涨 那会不会带动未来 新春开盘之后 农历年后一个好的盘势 我想这大家最关心的 待会我会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在9月中旬发生的 那我们看这新闻现在在研讨它 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来 苹果日报发的 9A15 当时发的新闻说 iPhone 6S没有简单 核硕说第四季会更忙 我想很多人在做股票的同时 都是忘了过去 你怎么被骗的 过去你看了什么信息 然后去买股票 最后你发现这个讯息是假的 你可能被骗了 最后你跳进去了受伤了 那只是说很快 投资人就忘记了 没有再做一个检讨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信息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四季真的有更忙吗 它真的没有简单吗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 因为资料都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到底核硕 到底营收有没有衰退 9A发布嘛 那一定是看到8A营收而已 到了9A真的不错喔 iPhone 6开始要生产 6S开始要生产了 所以你看刚开始好像没有简单 不错 1617成长 到了11月对不起 17变12 12变11 所以第四季有没有简单 好像有喔 对不对 11 12月明显是掉单了嘛 所以你会看到说 当时你看这个讯息 不一定是正确的 那事后也证明 这个好像也不是正确的嘛 事后它确实是从17 掉12掉到11嘛 所以他跟你说 iPhone 6S没有简单 他说第四季会更忙 当然你现在去问他说 你不是说当时没有简单 所以证明是好像有简单 他也跟你说 没有我们合作代工东西很多 九阳豆浆机也是我们代工的 我们真的很忙啊 那iPhone 6S有没有简单 好像现在也可以印证 但iPhone 6S目前是卖不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新型出来 你会觉得那合作不错了 合作获利也很好啊 那是不是可以买 9月16在这里 9月15在这里 9月15当时在这里 87 最低点跌到63 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些话 你买到这个点 买到这个点 那刚好就是这三四个月的最高点 那买完你就受伤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很多讯息 有时候你会发现 再过三个月 再过半年来看 你发现那个 第一个不一定是真的 第二个可能也没有帮助 那如果没有简单 为什么营收掉下来 很简单 对不对 那表示说他当时发言 好像也没有很慎重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新闻 这前两天发的 今天30 昨天发的 友达上季转亏 亏损了 0.85元 坏消息出来了 29 昨天嘛 今天 昨天 同样一个新闻都是29发的 同时在讲友达 上季亏损 0.85元 一样昨天发的 去年赚 0.51元 一个赚一个赔 哪一个是坏消息 当然是赔是坏消息 那这个当然是好消息 可是同样都是一家公司 叫友达 他跟你说去年赚 没错 他跟你说上季培 也没有错 可是你从这个出发点来看 这是坏消息 同样从这个点来看 它是好消息 所以同样一家公司 一个报纸发好消息 一个报纸发坏消息 都是同样一家公司 友达还是友达 没有变 那两家报纸有没有骗你 都没有 第四季的确亏损 那去年底是小赚 所以两个都是真的 可是一个是好消息 对不对 去年赚 一个是坏消息 第四季培 都没有错 他也没骗你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你去买股票 投赚朋友 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判断 你没办法判断 两个报纸发的都是真消息 一个说去年小赚 一个说第四季培 都对 第四季培去年小赚 没错 同一天 一个报纸发好消息 一个报纸发 都同样叫友达 所以投赚朋友 你很难从这些报纸里面去判断 然后来做股票能够赚到钱 所以如果你想要赚到钱 从今天开始不要看报纸了 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没看报纸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他怎么做股票 那你看了报纸对你也没有帮助 你看报纸也没有用 不是吗 你看了报纸最后印证 那个也不一定是真的 就算同一天同一家公司 都可以一个利多一个利空 那你要怎么判断 所以我说看报纸对你绝对是没有意义的 那只是很多散户 他没办法脱离那个习惯 他就是每天要依赖的报纸 没有报纸他活不下去了 看到报纸利多追每次都是高点 不是吗 那我们同样看友达 怎么来判断 发完之后也没有用 我们就拿在这里 一个利多一个利空都没有用 还在这里 那我们看他高点19块跌到8块 跌了将近六成 所以你看他从去年一整年 2015年这样一整年下来 几乎都在跌 跌到12月 跌到1月小小反而又回到原点 所以你看13个月过去了 友达是长成这个样子 这如果是一个人 他就不断在走下坡 不断的在往下掉 你看多糟糕 可是你看消息 有时候利多有时候利空 有时候利多有时候利空 你也迷失在里面 你没办法判断了 不是吗 所以你看所有的报纸都没有用 我不骗你 你看到最后你不是迷失在里面 就是你的判断错误 最后证明什么 友达确实就是不好 跌了快六成 不是吗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会做错了 你会看一个消息去买股票 最后你伤得很重了 你看到现在友达在发消息 那我请问去年1月 2015年1月他有没有发消息 一定有 2月有没有发消息一定有 一整年都在发消息 也有利多也有利空 但是你看那些东西做股票 你永远做不赢 这什么格局 这当然是不好的 好的怎么会跌加近六成 所以我们在想说 你要怎么来判断股价 2016年已经开始了 新年都快结束了这个 这个年要结束了开始要过农历年了 农历年一回来2月中了 2月15号新春开盘了 马上面对就是2016年的一个行情 那你要怎么样来判断 然后你要靠这个东西吗 你看一些报纸最后你还是赔啊 所以你要看什么 你看这里他能够告诉你这不好 这一整段都跟你讲他不好 这个才是对你有帮助的嘛 不是吗 你看报纸是没有用的啊 那怎么样能够在这里告诉你这股票不好了 这一段都不能跟你叫人去买 都是跟你讲不好 那就对了嘛 那就可以避开这样的风险 甚至你可以放空获利嘛 是不是 那有这种东西吗 如果有你要好好珍惜 如果没有要去想办法把这东西找到 就像找国网保障一样 把它找到 这是你看的K线 赵一银不是看这个我看这个 同一张图哦 你看这个我看这个 这里有什么迹象注意看哦 这里就是最高点 是不是最高点 对哦 这里最高点18块就跌到8块 这里有什么迹象 去年的12月1月有什么迹象 去年的12月1月在这里 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反鸭出现了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路都是反鸭 转空了 反弹上又一大堆反鸭 包含到目前都是一大堆反鸭在这里 那请问尤达可以买吗 不管我看到多大利益都我都不会去买尤达 为什么 这格局是不对的 它是一个三线泛多的格局 趋势有往上吗 筹码有安定了吗 动能有充沛了吗 没有 反鸭有消除了吗 没有 那请问这种股票我怎么会去买 我不会去买 我不但今天不会买 这一整年我没有买过尤达 为什么 这格局就是不对 反鸭那么沉重 这就是不对这空头格局 上来又是碰到一大堆反鸭 所以你看一整年过去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跟你说 友达很好你去买 没有 那如果你去买的人 今天你赔一块六成赔58% 差别在哪里 就像一年过去 输价赢价就出来了 不是吗 所以我们再讲来观念了 你可能看很多东西 看很多资料 看很多新闻 看很多法人报告 跟你讲你要去买 你看很多技术分析 你看了筹码面 你看了技术面 你看什么东西 那个都没有用 最后你去买就是错 有没有道理 来 迷路就是你问错人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大陆 第一次大陆我们当然读 小时候讲工 看那个鱼浙江县 峰化县西口镇 对不对 在那边长大 小时候去看他们前面一条小溪 那条水有鱼在溺水上游 他看到鱼溺水上游 他是要人要奋发图墙 所以我们第一次 我大概15年前 第一次去大陆 去的时候我就想要去蒋公的故乡 浙江县凤化县西口镇 看一看蒋公的故居 真的有 还真的找到那个地方 那时候非常的漏后 看到很多 真的有前面 真的前面有一条小溪 那我去看看有没有鱼 可是我没有看到鱼 那我记得我到时杭州要问说 请问看到路人 旁边有欧巴桑我就问他 请问蒋公的故乡 蒋中正的故乡 浙江县凤化县西口镇 要怎么走 那边那边不远不远不远 天哪不远你以为可以走 我们台湾路过生意说 不远不远不远 那我们是不是要走去 反正不远用走就好了 他们大陆人的不远 我可以讲可能要100公里 他们觉得100公里很近 大陆很大 很近不远 就前面而已 对啊前面而已 你走三天三夜都走不到 最后我们当然问了 你多问几个 你怕被问错了 多问几个 有点比较详细的跟你说 你要坐什么车 到哪里搭巴士 然后这个他要走两个小时 到哪里哪里在转车 还好没用走的 不然走三天三夜都走不到 那如果你跟着那个人讲 不远不远你走走看 你就昏倒了 所以为什么会迷路 你问错人了嘛 当然迷路啊 那明明该往东 他跟你说往西 那明明很远他跟你说 不远不远不远 正笑开玩笑 你就走死我跟你讲 所以迷路就是你问错人了嘛 为什么你会赔钱 你看错边了嘛 股价明明要往下 你觉得他要往上啊 你为什么觉得他往上 你看一个新闻 你看一个报纸 你随便看一个报告 随便一个人跟你讲 你就相信了 最后当然就会产生 很大很大的伤害 请问这个是要涨吗 不是啊 他跟你说 我们第四季没有简单 你就去买了 对不对 第四季会更忙 你就去买了 最后你就赔钱了 对不对 随便看一个新闻 你跟你说 我们友达不错 我们友达明年会赚大钱 然后你就去买了 最后很简单 你就六成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说迷路 所以你问错人了 赔钱是你把方向看错了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友达 请问这什么格局 这当然是空头啊 这三岁小我也知道 现在跌下来了 还会有人不知道这是空头格局吗 每个都知道对不对 但是这高档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叫空头格局 所以如果你高档就知道这是空头格局 我请问你会去买友达吗 我请问你这一段你会去追吗 我请问你这一段你会去买吗 当他反弹上来把他碰到反押你会再报吗 就说你做这一段好 你会这边会继续报吗 不会啊 那现在现在一样啊 你看在这里 趋势往下充满运亂动容不足 上档还有好几个反押 我请问你会去买吗 不会啊 所以如果你问错人 当然你就做错别人 那如果你问他 哦这是正确答案 你就不会做错别人 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很多基本面的东西 最后你发现那个没有用 你看到最后那个没有用 因为它是过去的东西嘛 懂意思吗 基本面不是没有用 但股价会先反映 很多人不相信这个道理 我想我再讲个股票给你看 这昨天其实我已经讲过了 台俊赚一个股本 了不起 一家公司赚一个股本 100亿赚100亿 这了不起 那我们看看今年成长还是双倍数了 台俊 7.9 第三季就7.9 今年真的可以赚一个股本 真的是了不起 营收不断的成长 哦哦哦哦好厉害哦 来你看营收是不断的成长 哦好棒哦太强了 那我们看完之后我们想想看 从5月到11月 这个营收都是成长趋势都是往上的 对不对 那请问台俊的股价 你先幻想一下 哦台俊的股价在这 哦好强哦对不对 你看营收不断的成长啊 对不对 营收不断的成长啊 那如果这个有关系跟股价有关系 那股价也是要这样啊 对不对 从5月到现在啊 对不对 来那我们看一下股价 哇啊怎么跌50几% 这个高点对不起啊 就是7月 当时营收的成长股价已经往下掉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台俊很棒赚一个股本 营收不断的成长很棒 你去买 那这就是你赔的啊 这50几%就是你赔的啊 不是吗 所以我们看完这个之后 你觉得营收跟股价之间有绝对必然的关系吗 当然没有啊 那谁跟你说有 那如果你觉得有必然的关系你就惨了 这就是你赔的啊 不是吗 因为你觉得它有关系啊 所以当你看到营收成长 你就不断去追 不断报的不停损 那最后这个就是你赔的啊 不是吗 投资朋友 所以基本面不是没有用 只是股价会反映在前面而已 你每天一个成长 每天把一件事记起来 一年你就有300多个成长 如果240个交易 你就有240个成长 当你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精进 你的操作功率就越来越高 你就能够成为股市营 一天成长一次就好 一个就好了 基本面不是没有用 股价会先反映 所以你下次再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不会被他骗了 什么营收不断的成长 我会不看这个我要看股价 股价掉下来就是有鬼了嘛 你还要在这里才要跑嘛 都跌54%你要跑嘛 你现在也不想跑 为什么 他还是跟你讲很好 你怎么会想跑 对不对 他还是跟你讲说他赚了一个股本 所以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啊 那如果真的这么好 那为什么股价一直跌 跌成这个样 几乎跌为7长点了 那你觉得他真的有这么好吗 很显然不是这样 那你现在以前套这半年怎么办 你不是把时间浪费在里面了吗 你套住是40 你浪费在里面 时间在里面也是40 你赔了两个东西 一个赔了钱 一个赔了时间 那如果第三个就是你赔了希望 你赔了什么 你赔了家庭和谐 因为你本来带老婆去欧洲玩 不能去了 你本来答应给小孩买一个iPhone 6s 不能买了 对不对 为什么 你钱赔掉了你怎么买 虽然很简单你股票上了钱 你是不应该赔的 如果有方法你就不应该赔 所以我们看完这个 这段到底什么意思 这段什么格局 你想想看 股价他跌下来了 对不对 股价他这样产跌下来了 那这一段你可不可以避开啊 高点 投票在哪里 7月嘛对不对 8月在这里6月在这里 7月中旬是高点 那如果7月中旬 有人跟你讲这不对 7月17 跟你讲这格局不对了 趋势往下筹码凌乱动能不足 那你还会从125块报到60几块吗 不可能吧 这格局不对了啊 投资朋友 所以先想看你以往的钱怎么赔掉 就是你该走的地方没有走 你看错了 你问错人了 你迷路了 就这样而已 富邦美也是一样啊 哇 七元赚7块多好棒啊 昨天的新闻 这营收都没有任何衰退 都没有任何衰退的时候 他股价跌快五成 我求你有没有鬼啊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怎么会跌五成 看一个人没问题 公司会衰退五成嘛 怎么可能这样不可能啊 那这一段格局怎么判断 你看到这个也都没有用啊 你看这个也都没有用啊 他都没有衰退 可是股价就一直跌啊 所以很简单要看什么 注意看哦 同样一张图 我看这个 这有没有问题 五百年前就有问题了 有没有 早就有问题就在这里 有没有 时间 去年的1月14就有问题了 今天已经不是1月14了 今天已经1月30了 一年前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一年前报到现在 很简单啊 你就是报这一段了 那这就是你赔的不是吗 那你为什么赔 因为你看这个啊 你不相信这个 你不相信这个有错啊 那我就跟你讲 基本面不是没有用啊 但是股价会先反应 这样懂意思了吗 当你把这道理搞懂 其实2016年生会非常的开心了 你的股市会变一个不同的色彩 以往你会陷入困境的 你会买错的 你不会再踏入那种陷阱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不对 懂意思吗 因为你知道这个不一定是最正确的 所以你要在2016年翻身 很简单三个东西 把你的好功夫练好 把你的好工具找好 头这边第三个 把你的时间准备好 需不需要很久不需要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 这个空手入百论不可能 因为你不是李小龙懂意思吗 在股市你可以白手起家 但是你不能手无寸铁 请把你的超级武器准备好 你没有把武器准备好 你股票上做不赢 你这观念都错了 你怎么做得赢 先把观念搞正确 再用一个好的操盘工具来帮助你 这个工具只要是能够帮助你 就是好工具 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能够帮助你就是好工具 不是一定要什么工具 不是 好的观念正确 工具正确 你就会产生正确操作 然后你就会赢钱 就这样 2016年的人生就会反转 把时间交给主持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章与民总经理 暂存 玩物缺钱是一日乐翻天 一月三十日 好康都在今天 结账金额满488 想88折 全店满一千五 再送一百 网络商店通向约会 何时能更熬夜加班 台湾肝功能异常者 睡眠不足 超过九成 康都 让张之王喂肝补眠 不甘愿就改变 葡萄王 张之王 极品张之 叹饭喔 沒必要 日本第一在這裡 林內瓦斯爐 瓦斯一直省 天天省空空 我那是日本第一 又林內 林內行 終點 新的起點 原力信仁 拉斐爾 三款精心之作 拯救珍貴的縣禮 新春圓滿巨線 費列羅真品禮盒 每樣都想吃耶 怎麼辦 快去貴族世家 哇 怎麼可以這麼划算啊 幸福就在這一刻 貴族世家 媽 你是媽媽啦 媽媽 終於有人來了 趕緊來吃飯 那是第一家 可是我不會打麻將 排咖不好找 神來也最知道 神來也麻將 排咖最多 三秒就錯多 神來也麻將 樂趣隨時來也 歡迎回到掌碟密碼 大盤的後事觀察 繼續來請教張宇明總經理 好的 股市一直在變化 變化到有些東西 你是沒辦法想像 你也從來沒有碰到的 我看今天的報紙 我們來做一個舉例 來看說明 今天是1月30 蘋果日報 他說亞洲第一槍 日幣 日本 開始實施 負利率 什麼叫負利率 就是你放在銀行沒有錢 什麼聯繫3%2%都沒有了 不但沒有利息 你還要給銀行錢 你100萬放在銀行 拿出來剩99萬 負利率1%的時候 不但沒有任何利息 你要給銀行保管費 100萬放1年變99萬 哇好可怕 來 黑田祭出驚嚇療法 你聽都沒聽過 什麼叫驚嚇療法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你看我們說2016年 這個行情變化到 你沒辦法想像的 你以前也沒有聽過 富利利 你也沒聽過什麼驚嚇療法 但現在就展現在你眼前 有啊 日本都開始實施了 那會被影響到台灣 貨幣會怎麼流動 台灣會怎麼政策來變化 所以你看每一年 它的發生的情形 都是你想像不到的 以前哪有什麼富利利 從來沒有 可是日本現在開始實施了 對不對 驚嚇療法 富利利利 那我們說另外在股市裡面 一年一度的 吹牛比賽又開始了 每一次年初的時候 就是所有上市公司 上位公司 吹牛比賽的開始 開始畫大餅 我們公司將來有什麼規劃 將來有什麼計畫 將來EPS會成長多少 我們要去開創亞洲 開創非洲市場 將來會有什麼樣的大成長 開始在吹牛比賽了 會不會做到 不一定 有的會做到 有的根本就不會做到 所以你看這些消息 你會迷失在裡面 所以你必須有好的 你自己應對的策略 你不要看那些東西 哪一個會說他不好 哪一家公司 我們今年大碩敗 可能會下市 不可能啊 都跟你吹大餅 畫大夢 你看那個東西 不一定能夠幫助你 因為有的真有的假 你也不曉得真還是假 在股市裡面 你可以白手起家 卻不能手無寸鐵 為什麼 因為商場如戰場 股票就是戰場 好的武器決定你的輸贏 所以我們就在操作上 你必須有東西 你沒有東西 你沒有思想觀念 你的觀念判斷錯誤了 你的用的方法錯了 你就絕對做不贏 我舉個例子好了 來 我們看這一檔 叫做景碩 高點139 跌到現在49 跌掉64% 那你把它看這兩年 它幾乎都在跌 很可憐 所以如果你買了景碩 你這兩年每一天 幾乎每一個禮拜都很痛苦 沒有過夠開心快樂的日子 就是一直跌 兩年來就是這樣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自己盤整 所以我們這一段你要看得懂 你不能去 不要看一個紅棒就要追 看一個紅棒就要追 你看追 流上影線 表示你追到高點了 所以不要看到一個紅棒就追 最後這個都不對了 那怎麼研判 這股票是不能買的 兩年內你碰到就是電到 碰到喔 電到 碰到喔 手不見了 碰到喔 手掌不見了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一段你要怎麼判斷 注意看喔 喔 原來這叫空投格局 天啊 這股票你買了就慘了喔 60幾%你就不見了 所以你必須有這樣的方法 有這樣的技巧 這兩年我沒有帶貨員買過警說 為什麼 又沒有翻多怎麼買 你買進去就完蛋了 我們看另外一檔一樣 跌47% 那一樣時間將近兩年 那你看這兩年現在來到這裡 幾乎也是兩年最低點了 所以表示你這兩年你買到股票 如果你沒有跑到現在全部套牢 為什麼不會帶貨員去買這種股票 這個又沒有翻多 你看兩年過去它是在空投格局啊 所以這兩年過去的 我不會帶貨員買這種股票 有沒有道理 那我們同樣這個觀念來思考 你每天看日線 日線重不重要 那你要不要看周線 這就是周線啊 這就是周線啊 來 所以我們說 觀念裡面我們說你要有正確操盤工具 對不對 你要有正確操作觀念 觀念什麼是觀念 這就是觀念啊 每一本兩百折總共三本六百折 這是最後一條六百折 六百折裡面 日線為主 周線為虎 剛剛那個就是周線啊 光看日線夠不夠 不夠啊 那你要不要看周線 原來這個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懂這個道理之後 你不會做錯邊了 我再舉一些股票做例子 來 趙鶴 請問這是不是漲一大段 大盤跌它都不跌喔 日線有沒有翻多 有 而且低檔很多買進訊號 周線有沒有翻多 真的有耶 所以你下次做股票要怎麼做 日線 周線都要看 這些方法你要把它 建立在腦袋裡面 2016年就有機會反敗為勝 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節目當中的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朋友還是要注意判斷 省慎評估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無限革新最佳首選 電動自走 直立手持以順切換 席犬全台 日本人裝生活美學 HITACHI 2月29日前 HITACHI家店買就送 指定機型回函再送除濕機 牙齦出血怎麼辦 從調理牙齦體質開始 我用雲南白藥牙膏 含有漢方三漆精華 從根本調理牙齦體質 減少牙齦出血問題 一刷 二含 三分鐘 口腔保健沒問題 雲南白藥牙膏 想念那些年唱民歌的日子 年紀輕輕 不開心 開始快樂年齡 我好親不親 我還有 明歌四十一高峰會 五月十四日起 高雄 台北 台中 寬紅藝術 Bona sera Iタリアン感情 그대로 品質一流 愛用好油 菲氏蘭優質葵花油 比利時原裝進口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比橄欖油還要高 好油 好料理 要不起油煙喔 愛你用好油 蘇甲煙油球 菲氏蘭優質葵花油 菲氏蘭 菲氏蘭優質葵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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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0日 好康都在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